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倒愿意讲的稍微短一点这样给大家有多一点的时间来问 当然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讲也并不限于指纹图谱方面的工作 我们也做一些各种各样的比如定量 找食物中的各种各样的工作 所以问题也不见得一定要限于今天说的内容 有关质谱的情况 有关国外的在这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其他的研究 大家都可以问 我不见得一定都答得出来 但是我会直接到努力 有些答不出来的 大家可以稍后送电邮给我 这样的话我可以慢慢的给大家解答 如果今天时间不够的话 那下面我就开始了 好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大家如果是搞食品的或是搞中小药研究的 我们都知道我们对分析化学家来讲 我们研究的样品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之所以非常挑战性是跟传统的药业相比 因为药业的样品中基本上大家都是知道的 然后他们有一些degradation也有些不纯的 相对比较简单 所以他们的做出来是比较的容易 但是不幸的是整个化学分析从开始都是比药业为基础的 我们等于在研究食品和草药是比他们来讲是居于比较次要的地位 所以仪器方面和方法学方面都是以他们为主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对我们现在有很大挑战性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呢 在美国这件事情越来越重要 我相信在中国大概由于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对这件事更为关心 就是说基本这件事在美国呢 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要的重要原因之一呢 就是现在的那个消费者们呢 想对自己这个吃的东西呢 他们是越来越注意 他们不在样不不仅仅就满足于说我吃的食品里是有什么 以前的咱们所谓的第八位营养物质 胖水化合物啊脂肪啊蛋白质啊 我吃这些我就很满意了 现在不行我们要这个知道详细的我们吃多少 尤其是这些所谓的micronaution 他就是说对人体有益的这些因子因子类的东西 我们更加希望对他们更加了解 另外呢这定点呢就这个食品添加剂啊食品保健品这方面呢啊 我们吃的也是越来越多无论在中国在美国呢这都是这个所谓的multi billion dollar business 所以呢大家对这方面也很重视但是不管是在美国家在这方面的啊各种这个食品保健品的质量呢还是那很大的问题也对我们的这个严重的提供了挑战 第三个呢就是说就算从传统药业来讲啊在近十年来呢传统药业在制药方面做遇到很大的困难 他们呃像呃美国的几大药厂吧他们的那个二年币就是说他们的研究研发的经费嘛每年都是上百亿美元 但是呢近十年来呢基本上就没有再出什么大药咱们用fizer来举例吧 他最大的一个药lipdor呢今年这样已经过哎马上就要过些了然后他从lipdor以后呢他这个这种他们叫布拉克巴克这种药呢他只是为agora 那是大家这个就伪哥了但是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像是要出来所以大家呢说的传统的方法找一呃单分指教的方法呢好像已经呃走到了瓶颈再找到一个开发的大药非常非常难 所以很多这个产生的都要想那我们是不是再回到我们呃人类开始做的事情就是说从我们炒料中他能找不到找不到什么能不能找到一些这个例子但是找到的这些东西呢呃传统的来讲呢西方 走这条路的时候呢他们都用他们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所以他们的以单分指药为主还总想把草药呢呃里边的这个有效成分一个单分指提出来然后把它做成一个药卖这种想法当然是很好 那说实际上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我们中药的话呢不但我们呃没有单分指药就是单位中药能指定的非常非常的少大多是中药的都是Cofftail都是几种种药都在呃都在一起的但是如果我们比如这么说我们做一个中程药想到美国或者先呃来卖或在中国卖也是一样的就说怎么样才能保证我们这个呃 咱们从中的完结来讲吗每完每完之间的这个成分是完全的一致怎么样能保证它的一致性这个问题呢现在根本无法做到呃首先呢因为分析方法到底我们分析方法都不能够到 我们不要说那个我们的生产方法了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大的转战性要能保证生产的一致性首先你要先有分析方法才能保证出的啊我这丸和那丸是不是一致的呃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个这个世界的这个global food trade现在是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是每年的那个呃销售量是5000亿美元所以说中国有很多的外国的食品你在美国有很多外国的食品 那么即便你能保证很普通食品的质量呢你不可能保证你进口食品质量所以要保证进口食品质量呢你需要快速检测方法来看他们进口的东西和你想呃要进口东西是不是余类的东西能够能满足我们的质量标准所以这些东西呢都对我们的这个化学分析方法学上呢提高提高成大小感性那么我们都知道呃呃呃对于我们宽众的分析化学来讲呢最 主要的仪器呢一直是用这个传统的这个高高中叶上色谱进行分析就像我们说的他们开始的高中叶上色谱呢是以这个药学呃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所以说呢他们都是这个啊知道他们要定什么呃要找什么要给什么定量所以他们呢所以我们靠就是target和tompound他们都是有目标的来找一些东西然后他们一般就把这些他们的目标呢都找出这些 这个目标的这个这个标样来有些时候这些标样呢呃是很昂贵的对于我在这里写的是非常昂贵呢是指如果这些标样我们用东草药的标样的话那是非常的昂贵大家都知道像我们从这种天然的这个标样你要真正的买的话你出度比较高的话那是几毫克就可以买几百美金那要是你要用许多标样的话呢那一个实验很容易就是几千美金在国内呢就是商量看这是非常非常 昂贵然后呢我们都知道因为你要做好做一个好的这个高能世界上测谱的方法呢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呃大约需要几个星期是几个月的时间我们才能把这个方法做好那我们还没有包括这个实验室方法的验证如果你要做实验室方法验证的话呢在美国一般要花18个月的时间我不知道在中国要花多长我估计要时间少了肯定不行这还是不包括这个多实验室的验证这多长时间里面美国经常要一个方法 经多车多实验证要分到五年的时间所以呢呃还有另一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这些传统的方法因为我们已经锁定了我们要呃它这个东西呢我们是个呃被动的方法我们如果这个我们里边这个我们要分析量天的还有我们不去没有它这个呃呃成分的话呢那我们就无法把它们检测出来我们大家老举这个分离签的例子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说我们现在有办法来检测三具签案那么如果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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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们中国大约在上个就是这近十一年来吧,在指纹突破方面也做了做很大的努力。 但这个色盆指纹突破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无法这个重复这个色盆指纹突破。 所谓无法重复并不是只在一个实验室里无法重复,是在不同的实验室里无法重复。 假定咱们实验室A,他发了很大的努力,他建立了一个方法,这种样品做了一个色盆指纹突破。 那么你在实验室D呢,你拿到它的这个同样的条件,用同样的柱子,你不见你做的视频,这个色盆指纹突破呢,跟实验室A的不会是完全一样。 举个例子来讲吧,像我们在做过一个色盆指纹突破的,我们在我们实验室用安杰伦的1100做了一个指纹,色盆指纹突破。 后来呢,我们去那个安杰伦的那个headquarter,去他们那儿那个,到他们那儿,让他们演示他们的仪器的时候呢,我们带着我们的自己的柱子,带着我们自己的样品,那在安杰伦呢,用他要安杰伦200的那个HPLC,来考虑同样的样品呢,我们的这个retention time呢,大概差了两分钟。 像你像这个两分钟,如果我们,这还是基本上是同厂商的机器吧,型号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用这个什么二元泵和四元泵之间的区别啊,你导经Waters和或者是安杰伦之间的仪器间的差别啊,你用的容器在实验格里也不一样,你实验室的温度啊,这些东西都不一样的话,那你的这个 保留时间的差异达到15分钟都有可能,就如果这样的话呢,如果你用想用计算机来自动的来 process这些,你得到的数据来做这种图谱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困难。 所以呢,为了这个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都是想到了用这个flow injection制覆指纹初步的方法,来进行指纹初步的检定。 我们最大的用制覆指纹初步,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我们的速度非常快。 我们的这个分析时间呢,大约是只有不到一分钟。 那我们知道呢,如果是用传统的htrc指纹初步方法呢,即使是我们发展一个很好的方法,对这种比较复杂的样品来讲呢,一个方法,如果30分钟呢,那就是很了不起很快的一个方法了,经常要60分钟甚至更长。 那么呢,而且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如果我们用制覆指纹初步的方法来做呢,我们这个mess的development的时间呢,是非常的短。 因为我们不用考虑这个vdnt,我们不用考虑选注啊,不用考虑选mobile phase啊,vdnt我们也不用管啊,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只用考虑这个,就是这个质谱的这个,对这个康康的这个response,最重要一点呢,就是我们想用什么选一个康康的来,来优化我们质谱的这个条件,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找到合适的浓度,我们打的样不要太浓,也不要太稀,让我们质谱有很好的反应。 只要满足这两个条件就够了,经常呢,我们一个小时呢,就把这件事做完了,然后我们马上就可以开始做实验了,而且这样呢,这个方法呢,从这个角度上讲呢,我们是节省了大量的这个资源,无论说是人力资源呀,你的这个实际资源呀,还是你的柱子呀,这层都都非常的节省。 那我们的这个制覆指纹初步做法是什么样子呢,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呢,这个是人生的那个制覆指纹初步,大家一看到,因为我们也有这个, 这个分析座嘛,所以我们一个打进去,很快就出来一个风,这个风呢,大家可以看大约是 看看啊,对,大约是他们0.2分钟开始出风,大约到0.5分钟呢,这个风就肯定走完了,大约0.4就完了,但是我们这个保险指线呢,我们到0.5,我们把这个风低一下,低一下呢,我们就有一个支付诸文图谱,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387呢,是一个多长。 然后呢,这些呢,就是这个人生造干,所以说呢,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呢,对这个,这是一个美国人生,就可以给他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指纹初步,这个指纹初步呢,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呢,这种用起来呢,效果呢,是非常的好,我们就用这个指纹初步的方法呢, 我们在美国,这是美国人生,是威斯康辛子,种的美国人生,这个呢,是中国人生,或者比如说是亚洲人生,我们这是在中国买的,也有一批是在中国买的,有一批是在美国买的,这个呢,是三批,我们把这种,这三种样品呢,我们就用支付诸文图谱方法,那么一分钟把它打进去,然后把它的那个数据,马上一分析呢, 我们用这个,主承认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尽管方法看上很简单,但是我们把这个三种不同的人生呢,区分的是非常的好,所以你马上任何一种人生,一分钟我就可以告诉你,你这是中国人生,还是美洲人生,还是三批,一分钟就可以知道, 那么呢,我们就在讲,什么是主承认分析呢,啊,我们处理这个指纹图谱呢,我们基本上是用主,主成分分析,然后对比较复杂的问题呢,我们用,用一种叫做Arnault PC,这是比较复杂的方法,然后我们也用一些别的方法,什么TRSDAI这些方法,都是根据具体情况而用,但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呢,就是主成分分析, 可能有的从就不知道,没有知道,不知道主成分分析,什么东西,主成分分析从,我们把它简单的来讲,就是说,主成分分析提供了,比如我们,做一个指纹粗谱吧,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我给大家看了这个指纹粗谱的样子,但是指纹粗谱呢,像我们这个,作为我们做质谱的概念来讲,我们一眼就看懂,哦,这是指纹粗谱,但是呢,就像,但是最, 别人来讲呢,他一看,他看不懂,就像我们来讲,对医生来讲,他看心电图,看得很明白,你拿个心电图给我看,那我看了他心电图,我看,我一点也不知道,那我的心是,这心电图是应该是好,还是坏的,我一点也不知道,但是你用的主成分分析呢,他就给你提供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图,他就可以把这个,只有专家才能看到我们的图谱呢,变成了任何人都能看到我们图谱,就像我们刚才看见的这个, 如果这个,大家这张图谱来讲看的,所有的人,任何人,你不论是老头啊,还是小孩啊,一看,哦,对了,这是三批,这是中国人,这是美国人,他都能看得懂,这是主成后分析的最大的好处, 主成分分析呢,就是他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把你这个,呃,样品中的这个复杂的信息,简化,简化到大家都能看你的信息,不但如此呢,他就像我们,呃,所谓邮剧中国的古诗嘛,叫做不识如山真面目,只原生在此山中,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山里边呢,我们就看不到这山的样子,而主成分分析呢,可以给你找到,所以他主成分,所谓PC1,PC2,主成分1,主成分2,主成分3, PC1说了,OK,你在这个,你不知道怎么看山,我给你找一个最好的看山点,就像我们中国,我们现在旅游要有一个观景点,哦,这是这看山最好的点,你来这看,你把这个山看了,你,然后呢,我再跑到看山点,观景观景台处,哎,我告诉你在这个地方呢,你能,又能把这个山,呃,这个信息看好,所以提供我们的沟通观景点,来把这个,论者,很复杂的问题,变得很简化, 然后,你这主中分析最大的,最第三个好处呢,就是说,他还有另外一个能力呢,就是说,呃,我们,他,这个大家,我给大家,说的,这个,叫,这个,叫,PCA,Score Cloud, 但是他还有一个叫PCA,Loading Cloud,他就可以告诉你,到底是哪些,你的质土中的,当然也可能是色谱,也可能是质土,这他无所谓,这到底是哪些因素,来造成了,这,各个基础样品之间的,呃,分离,这样的呢,我们就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些样品之中的不同的化学成分究竟是什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呃,来找到这些不同的BioMarket,所谓的,来,那个,对它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呃, 呀,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这个,这个,这是黄芯,这个,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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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这个,呃,这个,呃,"? 那是,大家知道了,是这个美国黄芯,美国黄芯,它呢,在美洲呢,一直是等于一种这个,有点这个真净效果的这个,呃, 这种药 它一般的是 使你镇静 解除这个anxiety 还有这些轻入的失眠 做这些事情 它在美国用的 还是比较普遍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它的从植物形态的角度上讲 它和食产属的植物 这个PCA和TCH是非常的像 它像到什么程度 它像到的就是说 即使是专家来看 你也不见得能把它释放开来 而且这个食产属的植物 是最干有毒的 这个是怎么发现的 这个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就是说在80年代的时候 有人发现 如果你服用食产属的植物 它就有很大 你又会得到很好的减肥效果 所以这个法国人 他就拼命的很多人 就是当时很流行 大家都来吃这个 QQQ的这个Fact Fuffement 它就是食产属的植物 一阵的等于肝炎流行病 他们说 然后他们一调查 发现这个肝炎的提应 是因为吃了食产属的植物 从此以后 这个食产属的植物 做药用食用 都在世界上都已经被禁用了 那么我们刚才说过 这个食产属的植物和这个黄芹 在食物形验上非常的相近 连专家都不容易分出来 但是我们看 如果我们看他的质温属 质温属属就发觉 他们的区别是非常的大 尽管我们没有任何色谱分离 我们也看这个黄芹 它的在这个色谱指纹属属属上 它的最具有特征的化合物 是巴克林 它的MZ是415 PC它是Vobosco slide 它的这个特征属是在623 而PC是Truperial slide 它的特征属是在755 所以植物形态学上 非常宣定的三个化合物 我们用指纹属属属一看 非常非常的明显 他们这样的区别 这么明显的质温 质温属属属 我们得到的PCA的 Score Plot 也是相当的好 所以所有的黄芹 它都是在红色的红三角这一块 而所有的PCA 都是绿的小十字这一块 当时PCA 都是在蓝的方块这一块 所以大家看 真的非常好 马上大家看到 在这个黄芹样品第五号样品 我这里说一句 我们做这个Portech 开始是美国草药要点 他们向我提出帮助 他们就说 他们知道在这个有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采集了大约 采集了大约20个美国黄芹的样品 大约是五六个这个PCA两屏的七个PCA两屏 然后他说你们可以不可以帮我 他们用他们专 用他们朝日耀远的专家 用这些方法 把这些东西给鉴定好了 说你们帮我们看一看 是不是我们鉴定对不对 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我们一看 他们专家鉴定的这个黄芹 第五号黄芹样品 他怕跟PCA靠到一组去了 而这PCA的第三号样品 跟PCA是靠到一组去了 那我们马上就知道 我们这个很有可能 这个SL05它是PCA而不是黄芹 而PCA第三号 它是PCA而不是PCA 所以从这个我们PCA Score Cloud上 我们就一目了然 就把它看见了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 我们的质朴最大的好处 就是当然我们知道 大家做的色谱 色谱指纹图谱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有这个红外色谱指纹图谱 做的很多 这个那个光谱指纹图谱 做的很多 这个滚外光谱指纹图谱 也有一些或者RAMA 他们这些方法呢 都有他们 都有他们自己的重要性 但是呢 他们的最大的缺点就是 即使我们得到这么好的一个 PCA时光 Cloud的话 我们的这个研究 到此为止 没有任何办法告诉 为什么 这个到底是不是 这个SL5 为什么这个SL5 这个 第五号黄金样品 它跟PCA跑到一块去 这个很难知道 但是用质朴呢 我们就很容易知道 我们看一眼 这个SL5 我们一看 就是PCA的第三号样品 SL5呢 我们看 它的测证风是623 刚才我们知道 这个所有的黄金属的测证风呢 应该是在415 而不应该是 而所有的PCA呢 是623 而所有的PCA是呢 这块塞呢 是755 这样你一看 我可以回去 把一张图掉出来 你看623 这个肯定是PCA 这个肯定是PCA 所以这样的好处呢 就是说我们如果乱几百个样品的话 我们不用一张一张图的看出 看过来 我们完全是计算机自动的 把这个Data数据处理好了 一看PCScore Cloud 然后我们呢 可以发现这种outlier 你看这个样品可能有问题 这个样品有问题 我们回头只看这两张样品的图 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这种检测的主要好处 所谓的快速检测方法 那么我们说 我们这个检测 这个黄芹 我们从这个生药 去的角度上讲 我们说看它生药 是能检测的 那我们能 如果我们 检测这个食品保健品 是不是也可以 用你的方法进行检测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的方法 毕竟没有这个 这个 保健品以后呢 各个那个厂家的 那个制造过程呢 是不一样的 而且他们会加一些 别的东西进去 所以这样呢 就造成了你的 这个知乎主人图谱呢 更加的复杂 对于有色谱分离来讲呢 好一些 对于没色谱分离来讲呢 是不是我们的方法呢 是会同样的有事 所以呢 我们就在市场上买了 那个13个呢 这个美国黄芯的 这个保持品保健品 而且美国呢 还有卖中国黄芯的 实际保健品 那我们也买了两个 然后我们再根据 我们刚才做的 这个 有一些生药样品呢 做了一个分析 那大家一看呢 就是我们做出来呢 我们发现 这个很有意思 这是美国的 这个美国黄芯的生药 SL 它呢 都是在这个右下角 所有的生药 都在右下角 这些蓝十字 而在这个中下部呢 我们一发现了 这些这个美国黄芯实际保健品呢 我们认为它的质量 还是可以被接受的 实际保健品 然后呢 在这个左下角呢 我们看到这个绿的这个 斯大呢 是我们管它叫 低质量的美国黄芯实际保健品 大家这个绿的斯大和这个 蓝方块什么 这个蓝方块呢 是全是这个固体的 美国黄芯的实际保健品 所以固体呢 它可能是片地啊 可能是这样的 这个绿的这个绿星呢 是他们的液体的实际保健品 都是从那个 都是在小平里装着的液体 所以大家看到这所有的这个 低质量的实际保健品 这个实际保健品都是液体 然后在这个左上角呢 那当然不是说液体并不好 你看我们有些液体量品也是不错的 那左上角呢 我们就发现 这些实际保健品啊 黄芯实际保健品呢 他们是从7C来的 那中间还有一个这个第五号的 估计第五号呢 它是跟随便不打结在中间 那在右上角呢 我们看两个这个红三角是中国防瓶的实际保健品 而这个一个美国防瓶的那个液体保健品呢 它跟我们中国防瓶的这个 呃 实际保健品啊 跑到一块去了 所以我们要从这上看呢 就是这个呢 很可能呢 就是它是用中国防瓶做的 而不是用美国防瓶做的 那这些呢 是指望比较差的这个液体呃 那个实际保健品 而这个呢 是7C来的 所以分的呢 我们也还是比较清楚的 那么看一看 我们现在回头去看一看 这个哪个组之间的这个 这个支付支援图本什么样子的 那这回呢 我们把我们扫盲范范围扩大了一些 上回我们扫盲到800 那我们这回扫盲到1000 扫盲到1000呢 我们发现的特征分的有两个 一个是445 另一个是891 这个891呢 呃 还是Bucklin 只是它Dimer而已 你看445乘2加1是891 所以我们这个黄琴的这个 扫盲图本呢 还是以这个Bucklin的这个特征分为主 那这个是呃 实际保健品的扫盲图本 这个是BB组 就是这个中国黄琴的实际保健品 看我们看 它除了891以外呢 它主要的是在700多 它有了一些一些分 而这个是美国黄琴没有的 这样这一组我们就说了 可以被接受的这个美国黄琴的实际保健品 你们一看它和这个美国黄琴基本上是完全对应 但是看它的那个噪音呢 肯定是大 就是说也不能说是噪音 杂质比较多 这些是我们完全是在我们的期望之中的 呃 大家看到这个B组呢 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管它叫这个低质量的实际保健品 那它呢 也有这个445这个特征 但它噪音是相当上的大 这个有一个理我们觉得呢 就因为它们全是液体 我们觉得肯定是它这个这些这一部分这个液体的这个实际保健品啊 在这个 主可能是在制造过程中啊 或者是在它的这个货架上啊 时间比较长呢 它这个不断降低 所以才会产生这种情况 这是我们的这个怀疑 那我们看这个一组呢 就是在这个左上角那一组样品呢 我们看到这组样品 所有样品呢 它都是有623 这是非常清楚的是这个呃 TCA的这个特征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个方法呢 可以把这几个组呢 分的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因为我们这个呃呃 研究呢 是跟这个实际保健品有关 而我们买的这些呢 都是从这个所谓在美国 还是有一定的信誉的大厂上买的这个实际保健品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要对呃 我们的工作比较负责 因为你把这个报道了 待会儿人家来找你说你说你把我们这个说错了 你这个是新方法 你准不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用用传统的这个 LCI的方法 这是一样的评定分析 那我们看呢 这个就是美国黄芯的那个 LCI的总理总理的流途 那么呢 这个是这个呃 黄芯可以接受的黄芯实际保健品的总理子流途 那我们看了这个 这个两个呃 LCI的土呢 是非常的相似 那这是中国黄芯的那个总理子流途 那看和这个美国黄芯总理子流途呢 是呃 不一样的 而我们这个保健品第四号 就是跟中国黄芯跑到一起去 那个那组呢 它的这个总理子流途肯定的是 跟我们中国黄芯保健品的是一样的 而跟美国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说虽然我们的方法就一分钟 但是各自的结论呢和这个我们用这个很好的仪器做出这个UPRC的分析了啊 各自的结果是完全的一致 那我们又看到这个我们也说有一个样品 它这个DI这个第五号的这个固体样品呢 它是跟谁都不搭接 它跑它跑到这儿来了 这个样品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眼它的这个 指纹图统用就看到 这个样品很有意思 它PB有445 一个623 那很明显了 这个样品呢 可能呢 他们进会的时候就是把这个623呢 这个PC呢 以为是SL 它把它混起来了 这两个样品没去分开 它都加 两个都加了 那这个呢 也是我们的RFMS的那个 这个不是总离子流土了 是这个提取的离子流土 我们专门只提两个封 一个是RF23 在这个这个封 一个是RF25 这个封 那我们看到这两个封呢 差不多这个比例呢 也都非常的相似 所以说呢 它不但把它们弄混了 弄混了呢 而且但是他们这个大约正好是 不能说是50%50%吧 但是他们弄混了 这两种物质的这个量恐怕还是比较比较相近的 所以这很有意思 那么就是说呢 美国那国会呢 在1994年呢 有一个这个 它通过了一个食品保健 保健品安全法案 而这法案它说什么呢 它说的作为你这个食品保健品的这个供应商来讲 说的你是要对你这个产品负责 说你要一定要就你知道努力了来保证你的产品呢 你无论是你卖的产品或者是要是安全 而美国呢 就是说他们现在有他们GIP regulation 在什么招建品商的GIP regulation呢 就说呃 国会说你的食品是安全 GMP呢 就是就更近里头说的 你一定要用自己的方法 呃对 你往你加的东西 你一定要去确认你家的东西 他们的加的是什么东西 你一定要保证确认 那你看呢 即使是如此啊 呃我们在每买买了13个这个美国的这个食品保健品 在这个黄瓶上呢 只有这个大约5个是可以接受的 还有4个手足的 说还有一些是量解的 所以说这个美国保健品的呃安全问题还是很大 那我现在要讲的另一个呢 呃就是 我们就对这个啊 美国葡萄柚呃 葡萄柚之地区的研究 这个研究呢 为什么讲 它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研究 就是说呢 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呢 大家对这个有机食品 大家的这个 这个兴趣是越来越大 但是呢 就是大约 我忘了是去年还是前年 这个有一天 英国的review呢 他就是对这个25年来这个有机食品的研究呢 他做了一个review 他说的这个review的结果呢 说你们这些25年来的研究呢 都是不太靠谱 呃没有什么呃 结论性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最大的原因呢 就是说我们做这个比较有机食品和常规食品的研究呢 非常的困难 比如的呃 咱们随便几个例子 咱们说中国的这个茶呃 茶文化 茶比较多 所以说我看看就说的有机茶和无机茶到底有没有区别 你到这个沃尔玛去买有机茶再买一包无机茶你把他们错了呃 呃 进行检测 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啊呀 这是有机 我发现有机茶和无机茶这件区别 你看这有在在在这不一样 但是你这个研究呢 没有任何意义 为什么说呢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有机茶是在哪生产的 也不知道无机茶生产的 或者是他们是在每年生产的 就生产的年呀 地点呀 很多很多很多因子都会造成这两个这个茶艺的区别而不见得呢是由有机灾配和无机呃和这个常规灾配造成的呃 所以我们要做这个实验呢 正好呢 就是说呃 美国农业部呢 是在这个德萨斯这个地方呢 找了两家农场 这两家农场呢 都是种葡萄柚 他们这两家的距离呢 呃 大约是只有大约三公里左右 这两个农场 一家是用有机方法栽培 一家是用常规方法栽培 我们特地去调查他们的土质 这Ga三公里嘛 他们土质也是完全一样 因为Ga六三公里嘛 气候啊 降水量啊 量都一样 所以呢 我们为了保险起见呢 我们还进行两年就 我们就说2005年我们采集了一次产品 2006年采集了一次产品 这样可以确保呢 就是说不是一次没有没有任何偶然性 然后呢 我们在每年呢 我们分别收集了三次产品 就是说他们的早期 中期和晚期 三次产品 这样呢 收集 然后每次呢 我们在这个果园的不同的部位呢 摘十个葡萄柚 所以我们尽量呢 就保证那个 呃 我们能呃 去除去一切的这个不一样的因素 而保证着我们这个实验的公正性嘛 可以怎么说 然后对我们对每次每个样品呢 我们进行三次分析 所以大家可以看我们有2乘2乘3乘3 它二则是 我们大约最后呢 大概是120个样品 进行分析以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用试图指纹图的方法呢 我们就发现了这个 这个 这个 在这个有机再配方式 和这个常规再配方式的这个葡萄柚之间呢 确实是不一样 所有的这个常规样品 都是在 都是在这个class 而所有的有机样品都在这个class 当然我们这个 的PCA呢 我们不是用简单的PCA 我们做个简单的PCA 这是法上分不开的 我们用的是AnualPCA 这种比较复杂和先进的这个PCA的方法 大家有兴趣 对AnualPC有兴趣呢 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检查有关的文章 AnualPC是一个很长大的 功能很长大的一个 一个数据处理方法 那我们质朴 质朴指纹图的方法 另一个用途呢 就是说 我们对可以对大量的食品进行快速检测 像我们这边 有一组样品 这边有一组样品 咱们就拿一组样品来说 我们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样品之间的不同 比如说 样品A和样品B 组A和组B之间是不是有不同 我们看是有不同 如果我们在组A来讲 如果我们看这些Algantique样品 我们就看到那些Outlier 就是说 大多数的样品都集中在这class 但是有些样品呢 它跑到外边去了 所以说 如果说我们只要检测 自己检测 就检测一种样品的话 我们就说 这些样品 我们就可以说 这些样品为什么会它们跑到外边 这些样品呢 就值得用这个传统的 R10NF来检测 看看他们为什么会跟别的样品不一样 而这个class的中间呢 我们不用把它全部检测出来 那样很费时间 对不对 我们直接超两三个样品 看一看 OK 那别的样品 我们知道它跟它们非常的近似 没有必要把它们全检测出来 而超两三个就代表什么样品 我们知道这两三个可以代表这个浮入 然后再把这个检测这些 所谓的Outlier 跟他们比较一下 看看他们到底是不是合格产品 还是不合格产品 这个呢 也是责任突破的另一个应用 那下面呢 我就是 首先呢 我感谢大家来那个 来跟我们交流 其次呢 我们就说我们这个实验呢 是我们的这些研究呢 是得到了这个美国NIH 和这个他们有个 Office of淡水发明的大力支持